三次见到硝烟施展佛怒火莲 柳琴表情变化有多剧烈 柳琴与硝烟的同窗相伙情 最初是源于柳飞的娇蛮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在强榜争夺战 硝烟与柳琴迎来了正面碰撞 起先 柳琴并未将斗灵出断的硝烟放在眼里 甚至连自己兵器猎杉枪都没有动用 直到硝烟将手中一子 一轻两抹火焰融合 一朵狂暴火莲出现于擂台 柳琴脸上的轻松与桀骜渐化开 那张刚毅的面旁逐渐凝重 最终 她不仅使用了猎杉枪 而且还动用了最强枪翼 才勉强挡下了 这朵小型佛怒火莲的爆炸 被炸后柳琴全身焦黑 一袍没有一处完好 再次望向硝烟的目光 充满了对其实力的肯定 柳琴第二次见到佛怒火莲 是在寒风率领黑脚玉众人 前来抢夺一伙时 面对寒风对要老多次出言不逊 硝烟的怒火被彻底引爆 这一刻 她不再有所保留 召唤出了清廉地心火 并且借助了要老的古灵冷火 在无数道骇然的目光注视下 硝烟将这两抹气息迥异的火焰 融合在一起 构筑出了一尊狂暴毁灭的 大型佛怒火莲 一旁的柳琴 呆滞的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 那朵毁灭火莲 蕴含的可怕威力 就连窦皇强者都要喝上一壶 当这朵火莲 于内院半空绽放时 滚滚热浪席天卷地地 湮灭了这方乾坤 巨大的能量 硬生生在空中 炸开了一道虚空裂缝 见到眼前这一幕 柳琴那张威严的面孔 罕见得露出忌惮之色 特别是当见到 窦皇巅峰的寒风 都被这火莲的恐怖威力 炸得生死不知时 柳琴心中的后怕与震惊 宛若惊涛骇浪 在心底翻腾 如若当初的强榜大赛 萧炎用的是这种火莲 他恐怕连渣都不会剩下了 柳琴第三次见到佛怒火莲 则是来到了云兰宗之战 经过强榜大赛的 不打不相识 以及内院防卫战的共患难 柳琴彻底认可了萧炎 将其当作了兄弟相处 执意追随萧炎 一起去平息 后者在云兰宗的麻烦 这次面对斗宗云兰 萧炎第一次尝试三色火莲 当允洛星年 清联地星火 古灵冷火三色火焰 在萧炎手中 汇聚 坍塌 他所在的空间 都仿佛受到了惊吓 刺耳的破空声 宛若天地的惊声尖叫 剧烈晃动的阵感 就像是恐惧的颤抖 哪怕柳琴距离萧炎 还有一段距离 也依旧感知到了 火莲毁天灭地的威力 见到过萧炎 创造过太多奇迹的柳琴 内心依旧震撼不已 他无比庆幸自己 与萧炎没有成为对手 而是结下了同窗的香火情 身为队友 萧炎总能给人 一种莫名的踏实 仿佛只要有他在 胜利的天平 就会倾斜向他们一边 哪怕他们如今面对的 是底蕴身后的 庞然大物云蓝宗 柳琴心中那份信念 却是始终未曾松动 在他那灼热目光注视下 三色火莲宛若流星划过 闪现到了云山面前 在这位斗宗强者 身前引爆开来 这一次 火莲的庞大威力 就连斗宗强者都无法抵挡 被火莲中创 晕死了过去 这种壮举 给柳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紧握的双拳微微颤抖 望向萧炎的目光 只剩钦佩与探服 他曾将萧炎视作对手 之后又将萧炎 当作追赶目标 只是在这朵三色火莲 绚烂引爆后 柳琴知晓 他这恐怕一辈子都追不上萧炎 两人之间的差距 只会越拉越大